一倍二倍四万八八录节目,开口就写节目组开球,光还全称尴尬脸,现在的明星们很有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事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大家看到明星们的穿戴,比较昂贵的奢侈品的时候,我们都会吐槽这个明星是有炫富的嫌疑的,特别的是现在的明星们,又非常的喜欢上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面就难免要看到明星们本人的私人物品,这些私人物品的价格,一般都不是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接受的,就像是李飞儿最近参加邦寒的新综艺节目里面,背的一个小小的双肩背包,就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出来明星们跟我们在经济上的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李飞儿这样一个小小的双肩背包就要四万多块,而且这还是李飞儿背着到了又晚上节目的一个包,平时日常生活应该会更加的讲究吧。 跟节目里面的另外一位女嘉宾姜颜比起来,两人的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我们看到姜颜背着一个几乎看不出来台子的普通到不能在普通的双肩背包,低调的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女明星,跟李飞儿两人的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在节目里面姜颜的能干,也是有目共睹的。 反观李飞儿的表现,就有点让人失望了,我们看到李飞儿非常的耿直,得在野外居然想要煮咖啡,但是荒山野岭并没有这个条件,还以为李飞儿这个想法,就会这样做罢了。 没有想要李飞儿接下来做的,竟然是直接对着镜头开口吐槽节目组太扯了,有没有生水的机器,也没有发电的机器,在其他的明星们看起来比较正常的事情,李飞儿竟然就直接吐槽帮含着过的是什么生活,作为一档有爱的节目,这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另外一位女嘉宾讲演参加了两期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李飞儿背着这么昂贵的包包以来,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看着其实让人觉得非常的尴尬,特别是一旁作为主持人的王爬,看着李飞儿的无情吐槽,也是满脸尴尬,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一次李飞儿的行为让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娇气,也让很多的观众们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你们怎么看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